大家好 我是艾可片大老六 就在最近网飞送来2021年第一部科幻影片 主角是曾经能上天不能入地的超级英雄李英 在这部电影中他还是非同常人 新年一时东欧某地爆发了内战 无情的罪恶军阀牛二将这里控制 唐三甲大楼派出了40名世界警察到此来违和 为了避免士兵出现伤亡 首次将无人机和战斗机器人投入违和大队 机器人充当肉盾士兵后方指挥 结果还是被牛二打伤两人在地上哀嚎 两位大兵被当了诱饵 想要全歼违和部队 还增配了火箭炮车辆发起团灭的进攻 无人机驾驶员马大帅高空观察他们的计划 为了保证剩余38位同胞的安全他未经允许 直接利用无人机发射飞弹结束了战斗 他的做法虽然救了38人 可是杀了两位队员 接下来要面临军事法庭的制裁 不过我们还没等到制裁就被调离了岗位 马大帅被送到了异国他乡的秘密基地服役 这里随处可见战斗机器人和机器狗 充电两小时战场五分钟 说的就是这些黑客器 他的直接上司就是人称辽北第一狠人的 范德比奥作为境外第一特攻体队 范德比奥主要搜集境外暴乱分子想要坑害美国的情报 平常主要是和平民百姓打交道 比如今天他俩要去百姓生活区给老肉父主送疫苗 这里爆发了一种祸乱死了不少人 就在换衣服时范德比奥露出了本体 他竟然是一款高度智能化 拥有自我学习意识的顶级仿生人工智能机器人 言行举止与人无异 凭着逻辑思维的运算 完全避免了人类因情感不动对事件造成的判断实物 表面看这里是一场武克兰的内战 内行人范德比奥深知这并不简单 诺洛斯想要收复这里 所以支持牛二的军阀 但是当地抵抗军想要独立 那咱们就得支持他 背后实际就是两个国家的一场战斗 现在是谁能控制地下的核弹发射警 谁就说了算 所以范德比奥的任务就是寻找核弹的位置 马大帅还是不明白 那你为啥点名要我过来做手下 诶 范德比奥说了实话 你这孩子有一股敢打破常规的狠劲 所以我喜欢呢 这就上车离开了维和部队的围栏 别看只有一圈铁丝网 那可是意味着圈内国泰民安 圈外生死有命富贵在铁 小队护送他们去松一苗的路上 马大帅有所见闻 其他国家流行背包逛街 但是这里流行跨前溜丸 不巧一辆物资运输车被抵抗军推翻打结了 不要怪他们 如果没有战乱就不会物资匮乏 他们也不想抢运输车 但是 呃呀 双方刀兵相见大有火币的架势 范德彪是个狠人 下车放下武器大喊都白动 我辽北第一狠人范德彪 大家给我个面子 还别说 他一下就让马大帅佩服了 彪哥你在这边都这么好使吗 范德彪告诉他 出来混讲这个仗义 我答应抵抗军 那辆车给他们了 孙娟给他们家人送一苗 也就让咱们过去了 结果楼顶帮一声枪响 打破了和平 牛二叛军组织点燃了导火索 打破了宁静 范德彪追着马大帅就跑 打仗那是当兵的事 他的任务是送一苗 两人走街窜巷 跳窗户算是跑了 暂时也帮不了队友太大的忙 早就说了离开威蓝 到外面那就是富贵在天 走了能有一小天 他们到了抵抗军的那边营 刚交接完一苗 牛二潜伏在这里的杀手 就放了一个黑枪 范德彪常年昏迹于此 早就嗅到了火药的味道 一个闪躲避开了子弹 推手一枪 打中了杀手的大动脉 少值得靠进去 让他交代牛二的下落 杀手明显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唐帝是自压裂嘴也不说 范德彪不想浪费时间 把他交给了抵抗军乱棍打死 接下来他们大便车 就到了儿童福利院 要说为什么来这呢 因为抵抗军首领 是福利院院长玉芬 他一边教育孩子追求自由 一边安排家长参与战斗 他和范德彪有个协议 只要抵抗军拿到了疫苗 就告诉他核弹的下落 最近军阀牛二也有动作 正在寻找核弹 他们一旦拿到核弹 华盛顿肯定会遭殃 为啥大反派都要占美国 你说怪不怪 接下来范德彪支付了 一大笔钱给玉芬 一部分是买核弹消息的 一部分是买武器的 马大帅不解 你这不是福利院吗 怎么还卖上武器呢 玉芬一瞧着就是个菜鸟 你以为我养活孩子不花钱呢 不卖点武器孩子吃啥喝啥 然后按照玉芬的消息 他们找上了这里的军火饭吧 此人混迹黑白两道 没有国家之分 谁给钱就把武器卖给谁 所以在范德彪来之前 他已经把核弹启动器在那的消息 卖给了纳罗斯控制的军阀 那是地处繁华区域的 一家投资银行保险库 路上范德彪请马大帅给他手术 取走我这个远程控制器 因为调查核弹这件事 上级已经放弃 他再查下去肯定会被关机 可是现在已经有了线索 不能放人不管 马大帅一想也是那么回事 核弹万一发射 我的通胞肯定要死不少 一刀子挡下去 从他仿生的身体中就挖出了一个零件 冲进银行时 这里已经被军阀所控制 他们还使用了纳罗斯制造的战斗机器人 一群老百姓被关在这里还当做了人质 芬德彪冲过去寻找启动器 安排马大帅你赶紧去救人 俩人VS20多人 一场没有胜算的战斗 可偏偏就被他们俩打出了要赢的局面 当支援赶到时 双方在银行的大门口就拉开了架势 纳罗斯战斗机器人 对上了米国的战斗机器人 双方子弹倾泻倒下的都是人质 此刻的芬德彪也找到了核弹启动器的下落 他正在楼上狂追呢 马大帅通知指挥部赶紧来派无人机支援 一颗飞弹接着升起了一股黑烟 军阀被烧成了脚踏 马大帅才知道当年自己有多么的残忍 在车上陷入思考的马大帅呢 看着要命的核弹启动器 本以为芬德彪是要上脚的 可是想不到芬德彪既然说呀 他也打算炸米国 的内政让战火继续燃烧 别说啊 芬德彪的理论竟然无懈可击 可是马大帅不可能让他这么干 赶紧大喊关机关机 万万想不到 芬德彪早就把他的语音给屏蔽 并且来之前拆掉的零件也不是啥控制器 那是一个定位装置 接下来他的行动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至于远程关机也不用考虑了 芬德彪早就把他一项功能给删除了 接着马大帅被打晕中途就扔下了车 原来芬德彪一直暗中执行他自己的命令 从玉芬这里拿到核弹的启动器 然后从牛二这得到核弹发射警的位置 这两样都有了 他就发射核弹去炸华盛顿 只有让世界警察安静 这里的战争才会停歇 此时此刻德彪费尽了周折 灭掉牛二拿到了核弹发射警的位置 幸好这一切都被马大帅拆个八九不离十 回到基地赶紧打电话跟以前的无人机同事 范德彪这小子定位消失 咱们就用无人机来排查 最后锁定他开车进入了 纳罗斯边境的一处废弃工厂 大领导一听 不行啊小伙子 那地方咱们军队不好直接借助 按照国际管理来看 这个锅只能是你来背 抓住他大工艺舰 死了一流百流 作为一名爱国的热水青年 马大帅肯定得上啊 走进工厂 那是遍地尸体 德彪早就得手 正在启动核弹 二人还进行了一番有关 正义与和平的演讲 他率认为武力不能带来和平 德彪认为 枪杆的下面出自由 这场谈判注定要出人命 德彪被一枪打穿 大帅也被他敲匀 华盛顿的死亡 五分钟倒计时启动 就当马大帅悠悠转醒时 对着范德彪打光了一缩的子弹 拧了一圈这东西 竟然无法停止 马大帅转身就跑 呼叫无人机 赶紧炸 赶紧炸 万岁一致黑烟升起 华盛顿的人民安全了 马大帅立功授寻 重返岗位电影结束了